在 20 世紀時 從來沒有人料想到可以有一個大型企劃 藉由成功結合遊戲、歌曲、聲優、劇場、演出等不同的媒介 在遊戲市場掀起一波古典日本大陣時期的熱潮 就在充滿各式天外奇想創意遊戲的 Sega Saturn 主機上 1996 年誕生了這麼一款結合了眾多元素的夢幻作品 《櫻花大戰》 豐富的內容成功引起廣大的迴響 至今仍讓玩家激情樂道 但是自 2005 年 系列最後一款正傳作品 《櫻花大戰 5 再見無愛》推出之後 這個系列就暫時畫上了休止符 雖然多少有些跨作品的合作企劃推出 但應戰迷們苦等的正統續篇消息 都僅止於小道傳聞 就在相隔 12 年之後 在今年冬天伴隨著重新編曲的主題曲 《習帝國華集團》 重新復活的《新櫻花大戰》 將以創新的姿態帶領各位回到帝國歌劇院 重新感受遊戲世界裡太正時代的浪漫氣息 這次的特別企劃就要帶各位一同回味 《櫻花大戰》系列的歷史 以及本次新作的情報會正 一起與新作無縫接軌 踏入嶄新的太正時代 從小就是知名劇團 SKD 松竹歌劇團粉絲的製作人廣景王子 受到歌舞劇上海浮身記的影響之後 就找上了知名作曲家田舟公平 試圖邀請他一起打造一部全新的歌舞劇 當時田舟公平隨口一句 那你把它做成遊戲不就好了 就此成為了這部企劃的契機 在這件事情之後 《廣景王子》其實已經準備好了初步的遊戲企劃 但即便在當時已經藉由天外魔鏡等作品而走紅的他 也未能得到其他遊戲公司的首肯來製作這款遊戲 直到當時的SEGA副社長入郊趙一郎 看上了《廣景王子》的才能 親自飛去塞班島 早上正在度假的他 要來打造一款文字冒險遊戲 這個龐大的計畫才得以誕生 就這樣由《廣景王子》擔任總製作人 聯合當時以幸運女神 逮捕令走紅的漫畫家藤島康介 創作《機械女神》等知名作品的編劇 《赤絕物》以及為勇往之前《魔導王》創作的知名作曲家田中公平 等業界知名人士所創作的劇情式冒險遊戲 《櫻花大戰》於1996 年在SEGA Saturn 上誕生了 憑藉著出色的玩法和跨時代的演出 成為了20 多年來玩家們傳承的經典之作 《櫻花大戰》令人著迷的故事舞台 設定於虛構的太正年間的帝都東京 故事描述受到西化與蒸汽科技影響的日本帝都 成為了一座繁華的都市 但在繁榮的背後 卻受到從弟弟現身的魔物降魔的威脅 為了守護帝都的和平 玩家將扮演海軍少衛大神一郎 就任帝國華集團華組這個秘密部隊的隊長 並與真公四英、神奇瑾、愛麗絲、瑪莉亞菊、李紅蘭 以及同島康納等六位擁有高靈力的少女並肩作戰 平常他們隱身在劇場之中 以帝都最紅的劇組身份演出各種經典戲碼 身為隊長的大神 當然還會與隊員們培養出密不可分的情愫 而當維吉來襲時 華集團便會搭上光舞 一起對抗邪惡組織黑之草會 基於招牌的保種風格劇場要素 融合了戀愛遊戲、戰隊、蒸汽龐克、機器人 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音樂等等要素 在推出的首周就突破了製作人廣景王子 對SEGA 承諾的20 萬套標準 其特殊的互動玩法 Leaps Life & Interactive Picture System 系統 以及外型圓滾滾的靈子甲晝光舞 也都成為了玩家們熱烈討論的焦點 就此踏上了成為經典作品的台階 在一代順利走紅兩年之後 1998 年在眾所期盼之下 SEGA 推出了續作《櫻花大戰2》 故事描述大神重回帝都擔任花族的隊長 率領少女們對抗新的敵人黑鬼會 這代是強化了原本的SLG 遊戲要素 劇情更增加份量 加入了來自歐洲新組的索雷塔之機 以及雷妮、米爾西修、特拉瑟等兩明星成員 本作也不負眾望 以50 萬套的銷售量 成為了歷代作品最熱賣的一作 此時本系列的聲勢如日中天 同時其推出的 OVA 作品《櫻花大戰 烘花訓爛》 更是讓本作的人氣達到了另一波高峰 在二代推出後沒多久 家用主機平台就來到了世代交替的時候 玩家自然陰陰期盼著新一代的櫻花大戰 在更強的主機上推出 就在前代三年後的 2001 年 SEGA 終於將櫻花大戰搬到了同樣誕生三年的次世代主機 Dreamcast 上 故事也從帝都東京轉移陣地來到了花都巴黎 本次就任巴黎華集團隊長的大神一郎 與艾莉卡、庫莉西奴、寇庫莉可、羅貝莉亞以及北大陸花火 等五名全新的女主角並肩作戰 並在巴黎展開全新的邂逅 運用新主機的性能 三代有著大幅度的進化 不只是畫面全面提升 戰鬥和部分場景3D化 還設計了ARMS Active and Real-Time Machine System 這個全新的戰鬥系統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的主題曲動畫《預期之下》 採用了當時最新鮮的NeoCG技術 有著號稱赤資三億日圓大手筆製作的藝文 造紅的《預期之下》 則和其帝國華集團以及奇蹟之中等曲目 一起成為了玩家們至今朗朗上口的名曲 時間來到2002 年 雖然SEGA 開始轉型 但還是成功的在DC 上推出了《櫻花大戰4》 本作集合了意志三代 過去歷代共13 位可以攻略的角色 一起對抗危害帝都的魔人長安 遊戲沿用了三代的ARMS系統 以及原PC 版大受好評的蒸氣照相機等機能 並推出了新的核心攻擊 新的光武和全新的服裝等要素 但相對於過去作品篇幅大幅縮短 甚至童年飾演神奇景的負責美智慧小姐 也宣布從歌搖秀隱退 帝國華集團和巴黎華集團的故事 就此正式告一段落 又一個三年後2005年 SEGA 雖然經歷許多風波 但還是重新振作 先以前傳《櫻花大戰5 Episode 0 荒野的少女武士》 拉抬紳士 再來很快的在 PS2 平台上推出了正式續篇 《櫻花大戰5 再見無愛》 本次的主角換成了大神一郎的外甥大核心次郎 他來到紐約的小紅塵劇場 和紐約華集團的新組成員們並肩作戰 本次包括在前傳中登場過的《傑密尼》在內 加上拉奇特、賽吉達、莉卡、戴安娜以及《九條王》 共有6 名全新的女主角登場 遊戲中搭載了利用 PS2 類比搖桿的全新 LEAPS 系統 在戰鬥方面則加入了區域移動 以及空中和地面戰等要素 甚至連磷子甲咒都從光武換成了 STAR 可以說是相當有野心的新時代陰戰 除了以上五部正傳作品 在 PS2 平台也推出過一代重製版 《櫻花大戰 志熱之血》 其他平台還有《櫻花大戰 花祖對戰》 《櫻花大戰 劇襲 花祖入隊》 戲劇性迷宮《櫻花大戰 因為有你》 等十多部外傳或小遊戲性質的作品 全系列累積銷售量更高達 450 萬套 在 1996 年到 2005 年間 《櫻花大戰 》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就算你不曾玩過遊戲 《櫻花大戰 》也曾經推出過許許多多的衍生企劃 除了參考寶種歌舞劇打造 就連許多台灣粉絲也看過的《櫻花大戰 歌謠秀》 也曾經推出過包括六部 OVA 、TV 以及電影動畫 漫畫作品、畫集、大量的廣播劇 以及許許多多的周邊商品更是琳琅滿目 而且為了販售種類廣大的周邊 甚至還存在過專門販售《櫻花大戰 》 相關商品的《櫻振浪漫堂》這種實體店家 但可惜的是自從五代正傳之後 除了偶爾出現的合作企劃之外 整整十二年 SEGA 都未曾再推出任何相關的作品 直到今年的《新櫻花大戰》 才讓櫻振迷們再次看見曙光 在有著這麼多傳奇的歷代櫻振作品之後 玩家們終於等到的 就是即將推出的《新櫻花大戰》 在目前公布的情報中 《新櫻花大戰》的舞台將設定在太正29年 也就是接續在《櫻花大戰 5 再見無愛》之後 十二年的帝都東京 故事描述十年前的翔魔大戰中 在帝都巴黎以及紐約等地的華集團奮鬥之下 世人取回了寶貴的和平 並設立世界華集團聯盟 讓全球主要都市建立自己的華集團 和平之餘則透過華集團競技賽 來彼此切磋武藝和歌劇 兩年一次的世界華集團大賽 也讓人們為之著迷 但相較於世界各地組織的活躍 長久以來保護帝都的帝國華集團花祖 卻被冷落 不只是裝備次人一等 就連帝國歌劇院也瀕臨倒閉的命運 而為了改善這個現況 就任華集團司令的神奇景 找來了新任主角神山陳時郎 玩家將扮演主角 率領復活新帝國華集團花祖 一起在華集團大賽上對抗世界各國的華集團 以及重新崛起的祥磨 當然為了讓玩家更能夠帶入故事 橫山製作和負責美智慧兩位前系列神優確定回歸 包括左倉林英、內田真理、山村響、浮雲林鄉、早見莎枝 以及水樹奈奈、上板井、招倉愛美、丁宮李慧等十多位一線神優 都將參與這場盛會 玩家將能夠在豪華深幽陣的包圍之下 盡情體驗這個嶄新的泰鎮浪漫物語 新世代的新英戰美術 是由全3D 的豪華場景和人物模組所構成 而核心的玩法和過去一樣 採用冒險和戰鬥兩大部分交替進行 冒險的部分 玩家可以在劇場和銀座等地圖和角色互動 並透過招牌的Lips 系統來增進彼此的好感度 在戰鬥部分由過去戰棋玩法改為動作遊戲模式 玩家將駕駛新的靈子甲咒無限 搭配夥伴在關卡中四處奔走消滅敵人 根據好感度和滿足特定條件 玩家甚至能夠累積羈絆 與各女主角共同施展合體攻擊 除了這些遊戲也預告將收錄長達40分鐘以上的動畫內容 田中公屏等部分系列核心成員也會回歸參與製作 勢必將呈現給玩家一款無比美麗 又兼顧傳統的新櫻花大戰 新櫻花大戰繁體中文版 預計將於12月12日正式上市 玩家們對本次新櫻花大戰有著什麼樣的期許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們吧 新櫻花大戰 由於12月18日 新櫻花大戰 黑臨 曼